政府組在1970年代 已經開始為外籍家庭融工 設定規定最低工資 重溫1979年的報導 每逢假日 中環的公園都聚集了一大批 在菲律賓來香港打住家工的旅遊 他們趁著假期 在這裡和鄉里談天消磨時間 根據數字 現時有超過6200多名 這一類女工在香港工作 他們也是本港唯一有規定 最低薪金標準的工人 1975年開始 他們的月薪要有650元 移民局才讓他們入境 兩年前這個限額就升到850元 最近這個限額又增加到950元 香港政府為什麼要為這些外國來的工人 訂定一個最低薪金標準呢 我們是訪問人民入境事務助理總主任 我們就有一個宗旨 在外地來的人 所在香港接受的薪金 是不應該低過他差不多 或者同等工作的人的水平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就變成了一個廉價勞工 如果我們容許這種廉價勞工進入香港 就會影響香港人在工作方面的競爭能力 我們就要來找適合一個廉價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經濟的資料